Hello 各位 早 我是博勝 那我們現在在隧道裡面 有設定ACC跟車 那我們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這台是CC GR SPORT的一個車款 我們現在是有設定ACC跟車 給各位看一下 這台GR SPORT的一個跟車系統 所作動的情形 目前看得到我們設定的速度 是80 目前有跟到前方車輛 是73 現在油電有在做動 有在做充電的動作 我們這台是GR SPORT的 油電版的 ACC跟車的作動情形 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它前面有跟到一台車 我們的距離都還可以再縮短 我們現在縮短到短距離跟車了 短距離跟車 目前是在隧道中 隧道中我們用ACC跟車 只要把方向盤顧好 行駛1.5公里後 請行駛左車道 然後從左側轄道離開 前往草屯交流道 有設定跟車的話 方向盤要扶好 不要放掉讓它自己去跑 這樣來講很危險 我們現在作動的情形是ACC跟車 ACC跟車的作動情形 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我們在隧道內 它的限速是80 所以我們設定是80的速度 80的速度 讓我們的ACC跟車去跟到前方的車輛 那我們距離是縮短到短距離的 短距離的 我們現在80旁邊就是我們設定的定速速度 也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旁邊有亮兩條藍線的話 就是它在幫我們做置中 這台車是有置中的 包括我們車道偏移的一個修正的部分 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看得到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出來了 好 那我們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 掰掰